有些人停止這個 現在來的藍色鞋子 加州擾亂體育賽事罰款張加重 加州參議員威善高今天宣布了一個新的犯案 SB689 對於在體育賽事比賽途中 衝入球場擾亂賽事 或者向場內運動員和教練投奪物品的觀眾 將會提高儲罰金額 加州現有的法例對一類行為 儲罰的金額是250元 但是威善高認為一個金額不足以產生阻嚇作用 加上沒有處罰針對運動員和教練的暴力行為 而新的法例將會對試圖衝入球場擾亂賽事的觀眾 處以最高1,000元的罰款 如果情節嚴重 有可能會處以2,500元的罰款和10天以內的監禁 如果對運動員和教練進行肢體攻擊 罰款金額是2,000元 情節嚴重的會再判以一年以內的監禁 去年在三藩市的AT&T球場裏面 就發生過兩宗同類的暴力事件 一名保安人員因為阻止一位要衝入球場內的觀眾 受到重傷 而一名球員都曾經和觀眾發生過衝突 天后衛視記者 梁麗娜報導 下集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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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集團